長者站在落地式紅外線熱像儀量體溫 馬上就感應出體溫是否在正常值內 非常方便 為了讓長輩在疫情期間能夠安心 受到伊甸基金會的照顧 兆豐慈善基金會特地捐贈 三台落地式紅外線熱像儀 給伊甸在基隆地區經營管理的巷弄長照站 和信義以及七毒兩個失智據點使用 兆豐的愛心也讓輔導單位市政府衛生局 以及經營管理單位伊甸基金會 都非常肯定和感謝 失智招募是很困難的 那 失智招募最重要是要營造一個非常友善的一個環境 那不只讓他失智不要退保 甚至社會功能 社會機能能夠維持更進步 真的是非常謝謝你們來到這邊 我覺得我們跟他們在一起也需要 社會大眾的一起的鼓勵 因為其實今年是伊甸的第四十年 然後我們今年有一個slogan 就是要共同同行 因為會覺得很多的事情 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做到 真的也很需要政府部門 還有我們的企業部門 還有我們也願意去做 其實更重要的是 阿公阿嬤願意來 就是大家要一起 有了落地市紅外線熱像椅的幫忙 將可以隨時監測長者的體溫 同時確保第一線服務人員的健康安全 提供弱勢長輩一個安心的環境活動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小道 好